你买了点衣服了吗 嗯 又是蓝颜色的 它还是有 它蓝颜色 它跟原来的酒衣服一样 喜欢这个衣服 你看吧 今天来吃粽子 这个是别人送的两个粽子 这个是前菜送的 这个是大前菜大前菜送的 纯姜鲜肉粽 梅干菜肉粽 这不是包着馅吗 把包着馅拿来做粽子 润姜细砂粽 这个就是砂糖包 还有四个咸鸭蛋 松花皮蛋 这啥种子 麻辣串重 麻辣味 这是别人送的你爸 每年过的月饼什么的都可以有人送 皮蛋就可以直接吃 这个需要再热一下 拿一些来煮 拿一些来蒸 然后它这个时间是 煮是十多分钟到二十分钟 蒸是二十分钟到三十分钟 所以就取一个中间纸 蒸煮二十分钟 煮了八个 然后再蒸八个 蒸二十分钟 这个房瓜长这么大 这房瓜得冰了吗 切得乱七八糟了 蒸汁 煮了二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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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蛋 下面的话不好弄 就把它上面蒸去 让它蒸个几分钟 把这四个冬包鸡蛋 把它包出来 它这里面弄的是麦壳 加那个黄泥巴 然后里面应该还有石飞 至于还有什么材料 我就不知道 我只知道会被放这些 把这层泥巴给它包开 包开在那边洗一下 吃的时候比较干净一些 用力过磨 洗过了之后 都分不清楚哪一个是皮蛋 哪一个是鲜蛋 看来还得滑呢 黑皮蛋没得黄皮蛋好吃 吃到这个味道 有点酷心酷心的 你不吃得干汁 我先去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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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香香 去吃一下 这个煮的 也很香 啊 我如果给你煮的 这个煮的 好,还要吃饭 一个人要吃,先往烤 鸡子 这个吃的还是好吃的 有点汗 这个蛋黄好吃 这一个是上面蒸的那个粽子 看到颜色都看得到 这个叶子都没有多干 吃了两个蛋 吃了几个粽子 吃了一碗饭 吃这个粽子 这种糯米的东西吃得不到有点腻 最后一个 蒸的和煮的没有啥区别 只是蒸的稍微 口感上就难一点干 但是也不是很干 再吃一个黄瓜 不吃了 吃的有点腻人 外面的这些地瓶打好了 把这些缝也填上了 本来今天应该发打地瓶的视频 但是今天是端午节 所以必须得发一个吃粽子的视频 所以就把打地瓶的视频往后压一压 这个是我爸弄的 昨天晚上弄的 今天都已经干了 最近这个天气很大 好热 好热 好吧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端午节安康 好吧 拜拜 这哪个托吧